大家好 我是九指玩魔阿姆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Figurized Sander 烏魯托羅曼 Suit 陶肉 超人力霸王 太狼裝甲 這作品現在面臨很尷尬的處境 動畫為了賣周邊提早讓太狼裝甲出場也就罷了 還砍了原作所有的伏筆 紐約大戰格局變小 角色氣場還完全不到位 一整個原作劣化 起碼目前看來我是已經完全不期待第三季了 漫畫則是剛好斷在正精彩的地方 月刊連載特別折磨人 而這次主打的太狼裝甲 一次就有了模型SHF30三種大小訴求不一樣的產品登場 而其中最早問世也是感覺最莫名其妙的 就是這次介紹的模型版 不管是少了變身器 還是給的特效都與目前兩邊劇情不符 有種敢壓著上架急著推出完全不管設定的感覺 FRS烏魯塔羅曼術塔羅內容物包含本體 組武裝雙刃劍平手一對握武器右手一個 頭髮與發射火焰特效各一個 替換身體發光結構零件一組 FRS制式支架一組 這太狼在作品裡設定很有趣 純種人類沒有外星人基因 雖然動漫化原因不同但基本概念都是因為被外星人科技改變DNA 所以變成全身發火人 工作又是在美國當記者 這起源設定很美式英雄 然後因為全身發火不好控制 所以特科隊給了他一套散熱功能強又更好控制能力不失控的裝甲 又因為本名叫東光太郎所以取名為太郎裝甲 絕招又是自爆 這過程又真的很日式風格 可惜這支沒有那很古風的變身機我覺得蠻可惜 這套裝甲特色就是在於給火人散熱用的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散熱片結構 用以宣洩太郎本身的火焰 頭部成績系列一貫的優勢就是零件組裝簡單但細節點滿 各種裂甲刻線很爽 頭頂三張貼紙的點綴也增添了豐富性 眼睛的透明質感也到位 太郎裝甲主要是為了穩定太郎本身的火焰能力 裝甲偏向輔助性質 所以不同於其他全包覆式裝甲設計 這套外觀有很大的緊身衣特色成分在 當然紅色零件表面也都是有細節的 但搭上亮紅成型色後不明顯 建議可以上個墨線補強 頭盔上方的黃色範圍太小用貼紙 胸口的散熱就是確實的分件 搭上透明藍燈 簡單卻呈現出了裝甲的質感 腹部不同於其他人用貼紙搞定 而是直接做成了鐵灰色分件 背後的脊椎則是有做可動上的連動設計 這支雖然外觀簡單 但廠商起碼有多用點心思想噱頭 可惜雙手就真的毫無特色完全就是一片紅 手肘的關節也很陽春 手腕裝甲的火焰發射口用的還是貼紙 這邊我感覺應該是加透明件比較屌才對 手臂結構簡陋是這支的敗點之一 第二個敗點在於這支是緊身衣結構 但寬部卻設計的既卡可動 外觀又不連貫不緊身衣 這點隔壁SHF表現就好很多 模型應該借鏡一下的 膝蓋的三段式結構倒還不錯 有外觀把玩石也有精巧 同樣是緊身衣 腿的分件起碼整體用心是勝過手臂的 模型原創的武器 這算是模型第一霸王裝甲的慣例了 而且這次的武器總算跟太郎有一點點關聯了 之前的幾支原創武裝都很微妙甚至有爸爸搶兒子武器的 而且劍本身份量細節都很有特色拿在手上也算 可惜是沒有火焰元素 這特效很神奇不管是動畫漫畫 太郎裝甲全身都能噴火就是沒有噴過頭髮的火 SHF跟三菱也同樣都只做了身體的噴火特效 就模型特立獨行搞了個噴火髮型 加上身體沒有火焰特效件 就給了頭髮 那頭髮還小小一戳份量挺微妙 既沒有增加到帥度 反而顯得很突兀 火焰特效特別做成像獸爪一樣的造型 我還以為是動畫裡的大絕招 結果是騙人的 人家自死自終的招式就是噴火跟自爆而已 而且這特效是無法接在本體上的得用支架也不是很方便 變成那個外觀明明還不錯 但各方面卻顯得很雞肋的賠件 目前五兄弟的比較 太郎的紅色跟其他人的豬肝紅有區隔是原作設定 但動畫裡看起來沒那麼明顯就是了 而且太郎的紅色因為比較亮的關係 所以上面的水紋明顯更重 這點拖低了整體質感 甚至到了跟其他兄弟格格不入的地步 跟太郎本尊的比較 這太郎裝甲跟太郎本人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只是名字與外觀致敬而已 不過太郎本尊腹部到大腿的銀色花紋 理論上也要對應到裝甲上才對 結果裝甲這部位反而是緊身一全紅沒有任何銀色裝甲 我懷疑這可能是未來強化形態的伏筆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這次比較可惜的地方是在於 他雖然外觀很素 但是關節卻設計得卡卡了 手感不是很好 連接身體的部分是一個球關 而且是有一定程度外拉結構增加可動的 再來身體本身是有一個 往外翻的機制 再來肩膀的話 他有一個基礎的上台 肩甲也是獨立可動 所以他的肩膀裝甲呢 理論上你如果把他這個外拉拉到底的話 是可以過 90度的 算是不錯的設計 但是就是他的這個肩膀上台在操作上不是很直覺 因為他這邊這一個角度會跟他的身體互卡 所以你在肩膀上台的時候你會發覺 怎麼 沒辦法再往上彎 你必須要往外拉一點 然後動作放輕一點 慢慢的去調整他才能把他的 肩膀往上台 所以這個肩膀的可動要上台不是很直覺這一點 我覺得就是他 設計的卡點之一 在外拉的情況之下 整個手臂往前的可動是 這樣沒有辦法雙手持劍 上臂平面回旋沒問題 手肘的話是一個單關 過90度一點點 手腕的部分是 球關 這次的第二個卡點是在於他的脖子 他的這個脖子呢因為沒有任何球關的設計 所以他就有一個 連接身體的前後關節跟脖子本身的一個前後關節 但是因為他這個領子的縫隙很小 所以不管是往前還是往後他的這個頭 上揚的幅度可動非常的悲劇 沒辦法做出一個飛行動作 轉頭的話會被他的那個紅色領子所卡住 所以中二角度你只要一轉頭就會抬起來 這點也是可動上我覺得不夠用 然後他沒有球關所以沒有扭頭 這一支是掛名Action版 所以他有原本的腹部可動 也有把腹部做死之後放燈進去兩種關節 然後在換燈模式下呢他這一個 腹部的這一節可動就沒有了 但是取而代之的就是他的 胸口跟眼睛可以亮 那正常情況的話他就有分成一二兩個關節 然後各位可以注意看他這個脊椎往前的時候是有一定程度連動的 然後他的這個連動其實從內部會看到一點點的一個內構 也還蠻有趣的 那他腹部這個部分呢是一個 平常是收納的然後可以外拉增加可動性的結構 所以兩節可動往前 其實沒有很優秀就這樣而已 那個Action就是個噱頭啦 那往後 也普普 轉腰沒有問題 扭腰 再來他關節這邊有一個卡的地方就是他的這個腹部平常是沒有辦法直接轉的 你一定要稍微把他的球關拉出來一點才能轉動 他這邊有一個 卡著的一個 扣子 要拉出來才能轉這點也是要注意 再來就是這隻的寬部我個人非常的有意見 就是明明長的 沒有卡可動的地方但是玩起來手感卻很卡 可動結構部分他是一個球關連接前跟開 再來有 一個球關的下拉式所以他本身有上下拉動跟左右旋轉 然後他這一塊呢是做成獨立的 再來有下拉式的結構 但是問題都出在這一塊因為這一塊他會跟他的寬部做護卡 所以不管是 側面開 還是大腿上台這一塊都會有所阻礙影響他的一個手感 在下拉的情況之下大腿上台的 可動 是還不錯的 他的可動設計是夠的就是純粹操作起來 手感很卡 那他膝蓋是 二重關節這沒問題 但是他的膝蓋是用膝型扣來裝的 所以說蠻容易掉的這點要注意 然後 平面迴旋也OK 腳踝的部分是一個他連接 小腿的部分有上下關節再來是一個球關 然後這一塊是一個獨立的結構 但是他的這個腳掌因為很高他這高敲踩的很高 所以他的一個 前後關節跟接地關節其實看起來是蠻奇怪的狀態 你可以看到他在接地彎曲的時候有點像扭到腳的感覺 大腿外開跟接地 高貴之 標準 結論這模型整體來說其實有點為了趁動畫熱度出來臭人數的感覺 尤其FRS騎士那邊最近可是家座連環 太郎雖然做的不差 但就是有敷衍的味道在 當然玩家前四個人都買了這隻基本也是必買啦所以沒有什麼懸念 現在問題反而是捷克 全新模大家伙對萬代來說是很麻煩的存在 尤其以模型的結構強度來說要出捷克必須重新規劃 沒有那麼簡單 更別提SHF如果出捷克裝甲 價格絕對飛天翻一倍 同樣是個門檻 後續要怎麼出就要看萬代評估收益的結果了 直接擺爛我覺得都有可能 很微妙 以上就是本次FIGURES STANDARD 超人力霸王太郎裝甲的介紹 詳細的圖文說明請點擊下方的推廣網誌 那喜歡阿姆維頓章 請記得訂閱阿姆維頓巨部 阿姆維頓巨部我們下篇網站再見 掰掰 我們下集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